缅甸反政变抗争和军方的血腥镇压一再升级 死伤人数急速攀升 军方最近空袭村庄 导致大批缅甸人逃离到泰国避难 不过有人权组织抨击 泰国军方无情虚感逃难者 泰国首相巴玉今天否认有关指控 强调欢迎难民 巴玉今天召开记者会透露 泰国目前没有遇到大批难民潮 至于有些缅甸人跨境到泰国 边境人员都会先询问他们是否面对问题 如果他们表明没问题 则会将他们遣返 巴玉强调泰方全程没有动用武力 然而多个人权组织却强调 有3000名缅甸难民星期天涌入泰国 泰国军方则从昨天开始驱赶流离失所的难民